林醫生, 你是不是檢查了 屍汗是Mega Fulverus之後 馬上幫他做手術, 撤除了壞死的腸 是呀 我研究了屍汗所有的醫療報告 也重新幫他做檢查 發現顯影劑到膊口位, 雖然過得到 但不知為什麼, 還是慢 現在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找你們看 什麼意思? Max找得我們一起聊 一定有一點點的 好的 其實我和大家一樣 看完所有資料都找不到原因 都覺得可能是一些我們沒見過的病 例如基因特變之類 但去醫生和放醫生, 覺得不遲 直至早兩晚, 我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書 《醫療報告》看見不完的科學 通常都是通常的 書裡面有這個病例 對, 其實我沒看過這本書 文醫生, 究竟你想說什麼? 是書名啟發到的 《普通事件是普通的》 我記得一進醫學院 教授第一件事教的就是 《普通事件是普通的》 雖然我在英國讀醫 但我知道香港醫學院也有這麼說 每個醫學生都聽過 那時候教授說 醫生斷症, 先不要想複雜的事 不要想最常的事 要從最簡單的方向 林醫生 林醫生, 你替私汗做手術的時候 裡面是不是很黏 小腸打結打得很厲害? 正因為可能腸黏黏得太厲害 看不清楚, 撤除了壞死的部分 連回腸的時候 不小心, 腸黏了一點 如果肩膀扭轉了 從表面看, 是沒有脫線 沒有發炎 看起來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吃東西就會下不了格 私汗現在的症狀 完全符合腸黏了之後引起的反應 我也上網搜尋過 在外國真的有這種病例 對, 披順的症狀 幾乎跟私汗一模一樣 回想起來 私汗手術之後的情況 很符合Max的推斷 其實我之前也打開來看過 如果關我博考事的話 我怎麼會看不到? 如果很快地立一立 真的有可能會看得到我眼睛 而且正正因為你說打開過 所以沒有人再想起這件事了 我們叫Max把這宗是新案件看 就是想他脫掉我們之前所有的盲點 而我們大家一直都預設了 我博考沒有問題, 這個因素 普遍的事都會有同理, 真好 坦白說, 博考有問題 對薯準來說是很普遍的事 偶爾也有的 但是再打開來看 還看漏眼就比較了 其實現在證明了什麼呢?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 在毀壞一個醫生的名聲嗎? 開來看, 那就知道Max有沒有說錯了 真可憐 Max, 如果你們錯了 患者豈不是白白挨一刀? 其實我們再談也沒意思 這樣吧, 叫患者父母來解釋清楚 看看對方有什麼意願 不用了, 這個案子我自己跟回 好, 那就怎麼樣? 不用管他們 他無權阻礙我們做手術而已 聰明, 報定OT 知道 真是不想說也不行 幸好你選了Max入黑隊 有個嬰兒從另一間醫院轉介過來 不知道為什麼做完手術之後 吃東西還是下不了價 想我們幫忙看看 找到原因沒有? 不肯定, 不過有新頭緒 待會我們黑天會繼續開會 黑天是什麼? 黑隊正式的名字是 Hack Cases Medical Team 是一支新成立 專門應付複雜的兒科手術團隊 隊員都是我們安尼的精英 以前很多手術我們沒有信心做 但有了黑隊之後 我們就會一邊嘗試, 一邊累積經驗 我們很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小朋友 亦希望可以提高香港小儀外科的水平 你去找我嗎? 對, 還在看思汗的案件嗎? 是 我知道你們很關心思汗的情況 不過我想不用再操心了 因為思汗的父母已經決定把他送到北架山醫院 周鎮瑤這麼急要送他們回去 證明Max的推測沒有十成, 也有九成 他夫妻怎麼會認我肚子有事呢? 那思汗怎麼辦? 從好那一面去想 就是他們把他送到那邊醫院之後 等事情過了一段時間 就借意幫他做手術, 弄好他 整件事都壓低來做, 就沒那麼尷尬 但從壞那方面去想 林明珠為了證明自己沒錯 隨時擺放他幾個月, 什麼都不做 不會那麼離譜吧? 他們倆說不妥, 很難說 Amis, 你是不是想到辦法? 大家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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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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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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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在思汗轉圈之前 跟他做手術? Max猜對, 我們就沒問題了 他猜錯了, 我們都會失敗了 先別說Max猜錯了會怎樣 現在思汗已經要轉圈了 還怎樣做手術? Hakim好像沒試過同一時間 做兩個手術了, 可不可以 什麼情況? 心跳不太正常 Tachycardia, 疑犯了Perytonitis 要馬上做EOT 送去Treaming Room打算打算打算 這宗案件是你想的 應該你做主導才對 這樣吧, 我做你的指導 吃足吃飯看你 別讓 그를讓她ilia 放心, 我都會做你的指導 有什麼後果 會讓我們整條黑點一起揹 又說不是給她的 可以 之前做過手術 這條腸可能貼在身體上 開的時候還是小心點 不然戒到那條腸上便還原 我記得第一天做Houseman的時候 我是做移科的 有個小女兒叫我醫生 我沒有理會她,怎麼走路 後來她走過來拔我三尾 再叫我醫生 我才知道原來她在叫我 原來我忘了自己已經是醫生 雖然是實習 但起碼不是醫學生,而是醫生 聽到小朋友這樣叫自己 真的覺得責任感重了很多 跟以前做學生的感覺 那個身分是很不一樣的 周醫生,有個電話找你說是重要的事 拿來吧 好,我現在立刻回來 不好意思,我有點重要的事 訪問呢,那個訪問要站起來 小心點,裡面很像 肩膀真的有點搖 真的弄了那個心臟 誰批准你們做手術的? 我們發覺思汗心跳不穩定 所以要做緊急手術 你說是嗎?不用管了,繼續 我們絕對有權決定的手術 應不應該做 你們未經家長同意就做手術 我入圍你們 還有,那個患者是不是心跳有問題 全部都有紀錄 我會照顧上學 對不起,正在太好聊,多聊了兩句 好,這份就是思汗媽媽簽的計劃 Max怎麼會這麼大膽 沒有家長同意就做手術了 手術的做員 也證實了一個肩膀真的出事了 不是說的,全程錄影了 別動 你現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